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尔兰洛国富首发大反转 名嘴一正见血戳离铁痛处 国足没有退路了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阿三的视频给更多的朋友看到 谢谢大家 本期视频和大家说一下国足最近备战失与赛的情况 大家也知道那么现在国足整个大队伍正正在进行短暂的修整 那么在这两天呢他们也即将是出发前往阿联酋去备战11月份的两场比赛 对中国队来说其实目前呢可能最备受球迷关注的话题就是呢 在这一次阵容当中那么两个规划球员 那么其实能不能够得到离铁的重用 包括阿兰和洛国富在此前的可能只是一个替补球员 那么在接下来两场失业赛当中呢 他们两个球员能不能够得到首发的机会 那么他们的状态表现又怎么样了 那么我们也看到从此前国足啊在最近进行的两场热身赛当中呢 去面对深圳和浙江队都取得了胜利 而在这两场比赛当中大家也看到呢 阿兰和洛国富在面对深圳这场比赛当中呢 是分别帮助国足各进一球 那么最终于是3比0呢 战胜了深圳队 所以从这场比赛当中啊 阿兰和洛国富首发的话 那么他们的状态是相当不错 而且似乎体能呢也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 那么因此很多人都觉得说那么李铁这次呢是不是开窍了 在接下来啊两场比赛当中呢 估计也会让他们两个人选择首发的给他们更多的表现时间了 所以呢很多球迷可能都觉得说他们这次应该能够赢得首发 也能够获得更多的出场时间来证明自己 但就目前来看的话根据最新的消息我们也看到了 知名媒体人马德西呢对于这样的一个想法 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决定呢也是表示了很大的一个质疑 他觉得说如果说要这两个规划学员选择首发 那么国足接下来呢 可能就会在后半场彻底失去后手 因为我们也知道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呢 其实阿兰和洛国富呢 是作为一个后备人员出场 在后半部分的作为替补人员出场 一方面呢他们本身体能的话 那么可能在外界看来不是很足够 所以在后半部分替补登场呢 在后半部分登场的话 其实也能够保证他们能够拥有充足的体力 去帮助中国队呢 实现一个好的调整 另外一方面呢那么他们作为一个后半场登场的球员呢 也能够一下子改变 国足的在场上的一些格局 所以如此一来呢其实恰恰能够帮助中国队呢 能够起死回生这样的作用 而现在一来如果说一下子让阿兰和洛国富选择首发的话 那么在此之后呢那么可能中国队呢 在后半部分就没有能够迎来太大的一些后手 没有一些后手的话可能就不能够在后半场呢 实行一些战术调整来逆转我们比赛的形式 如此一来那么可能呢对我们中国队来说就是一个 很大的麻烦 所以如此一来呀其实看得出来这一次阿兰和洛国富的首发 一个安排的话 可能会出现一个大反转 当然我觉得这一次啊这个业内的名嘴呢也是一针见血呢 戳痛了离铁的痛处 也就是国足现在的总体而言 还是没有太多可以使用的后手 那么即便是那么其实呢 把阿兰和洛国富他们首发登场的话 那么在后半部分呢 基本上没有太多可以使用的非常厉害的球员 能够临时上场给对手 痛痛的一击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其实对国足来说确确实实 接下来呢我觉得也确实没有退路了 我觉得其实与其说保留实力放到后半部分 还不如说在前半程呢就把所有的实力 看家本领给拿出来 尤其是面对阿曼这样的一个级别相 近的一个对手呢 其实在前半场上半场就应该给对手一个痛击 然后让对手彻底没有翻身的机会 将一来我们才能够更大的程度去保住这一场胜利的优势 最后也非常期待 能够带着这一次的全新首发阵容呢 获得比赛的胜利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聊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 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